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身体一直是李高楼最为强悍的 吞服了猪哈和龙福 他的身体早已经跟普通人有着巨大的差异 冰岛上的刀锋 他的肉体力量已经淬炼到某种极致 但是到后来 他也没办法跟李高楼单纯的对拼肉体 只能借助一些技巧 而现在五铁血居然会做出这种决定 妄图用肉体去碾压李高楼 那完全是班门弄斧啊 一丝冷风扬起了皇上 李高楼神色平静了下来 他没再多看地上的尸体哪怕一眼 转身把那本黑刀戴在身上 然后穿上外套 独自离开 治安队的人很快会来处理尸体 而谁能想到 拥兵界有着赫赫凶名的武铁血和史密斯 都已经在这折起尘杀 上了车之后 李高楼点了一根烟 很快他拨通了电话 然后 好似莫名其妙一般 李高楼跟二读说了一句 我想 他们应该快来了 二读很平静地说 我也感觉到了 他就在我周围 就在李高楼开始这场追杀之前 他就已经知晓了龙兴的打算 所有来到华夏的佣兵 李高楼最不可能放过的一个人 就是龙兴 这家伙真正好似一条毒蛇一样 哪怕他只要活着 就让李高楼想起来都觉得浑身不舒服 或许在佣兵联盟内部 龙兴只是一个刚刚成长起来的新人 但在李高楼的眼中 他却比吴铁血这些人更加危险 一切都是因为这家伙的七杀性命格 也是因为他的觊觎 生死簿上居然给龙兴这么一句评价 死而复生 恶龙咆哮 那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 李高楼并不全明白 毕竟他如今的狗屎运等级 确实有很大的限制 所以究竟龙兴身上隐藏着什么秘密 命理又如何的特殊 李高楼也没法去考虑和探究 他只能考虑的 就是将剩下那半个七杀性的命格 给彻底夺过来 掐灭了手中的烟头 李高楼干二毒说了一句 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一切等我回来 我知道了 说完之后 两人挂了电话 小李同学没在任何犹豫 发动车子之后 直接开往京市 从这赶往京市啊 得需要两个小时 想来龙兴差不多也会在那时候动手 因为那个时候 天会彻底的暗下来 同一时间的二毒挂了电话 眼中闪过了一丝嗜血的兴奋 现在这种感觉呀 就好像是玩一个有我没你的游戏 七杀星的命格 他和龙兴都只有半个 过去的时候 二毒从来不知道命格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在李高楼替他抢来半个之后 他觉着 我操这玩意真好用啊 几个月的时间 李高楼的成长速度 可以用逆天来形容 那二毒完全可以说是脱胎换骨 杀破狼 这三颗星的凶悍 绝对历史悠久了 哪怕只有半条七杀星的命格 配合二毒本身的暴力 也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所以啊 在想要让他把这命格交出来 那是绝对不可能了 不仅不可能 而且龙兴那半个 他也想要夺过来 李高楼的身边 二毒的性格最为特殊 足够疯狂 也足够凶悍 虽然说龙兴到现在还没出现 但是因为命格的关系 他可以感觉到那种 若有若无的联系 二毒知道 龙兴一定就在周围 也就是说 那半条七杀星的命格 离得很近了 这么想着 二毒上了旁边的车 往李高楼安排好的地方赶去 也就是他刚上了那辆出租车 接对面的一辆黑色商务车里 龙兴回头看向了司机 跟上那辆车 此刻的龙兴眼中毫无波动 整个人气息更是冰冷 薛红跟其他两名队员默不作声 四个人已经知晓了 五铁血他们的情况 想来已经凶多吉少了 不过却也因如此 让龙兴确定了一件事 那就是李高楼如今不再惊世 那现在他对二毒动手 是绝佳的机会 既然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那无论如何 也要将自己的半条命格拿回来 至于说阴谋 龙兴根本没去想 他本身的性格跟二毒差不多 也不会太去想太多的东西 更何况他对于自己的实力 有着绝对的自信 就这样 黑色的商务车跟了上去 从市区一直开到郊区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天色已然暗了下来 南方工厂 二毒到了门口之后下了车 直接走了进去 龙兴他们紧跟在后边 显得有些疑惑 他们去工厂干嘛呀 一名队员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血红摇里摇头 表情也非常严肃 用兵联盟的队伍 在进入华夏之后 如今可能会全军覆没 这种巨大的打击和压力 是个人都没有办法 泰然处置 所以本来没人觉得 二毒会有什么把戏 但是他现在莫名其妙地 进了一家工厂 实在太古怪了 龙兴眼神非常坚定 跟进去 在这个时候 没道理退缩了 哪怕二毒真的有什么陷阱 他也会跟上去 更何况 在他看来 二毒只是一只蝼蚁 运气好 借助李高楼 夺走了自己的半个命格 今天无论如何 他也要讨要回来 既然龙兴发了话 其他人也就不再作声 同样下了车 进入工厂 最终 他们亲眼看到 二毒进了一座仓库 龙兴他们 则停下了脚步 在这个时候 任谁都觉着 事情不对劲了 龙兴深吸了口气 所幸 不继续隐藏 静止朝着那座仓库走去 最终 他站在门口 看到了里边的场景 这座仓库啊 非常大 至少比龙兴想象中 要大得多 血红的身后 一个队员问 队长 咱们要进去吗 显然 这俩队员非常忐忑 空荡荡的仓库 看不到一个身影 这明显就是个圈套啊 怎么办 要不要跳进去 血红没说话 他只是看向了龙兴 他的态度非常明显 这件事 完全交给龙兴决定 关于七杀星命格的事情 血红也是知道的 最重要的是 他得了龙兴老师的承诺 只要自己帮助龙兴 拿到了那半条 七杀星的命格 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所以血红当然愿意听从龙兴的意思 毕竟他的那位老师 那是有着通天彻地的本事 龙兴沉默了一下 进去 我倒想看看 他能把我怎么样 说着他第一个迈步进了仓库 这一刻的龙兴 已然有些疯狂了 当然也是因为 那半条命格的吸引 就这样 他当先走进去 血红三个人 紧跟在他后边 也进到了仓库里 四个人最终 走进仓库百多米的距离 站在了仓库的正中间 可他们依旧 看不到二毒的影子 龙兴手中 突然出现了那把刀 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二毒一定就在这儿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 居然从仓库门口的位置响起 傻逼 吃屎去吧 猛的一回头 四个人就看到 一脸笑容的二毒 以及站在他身边的白大爷 下一刻 仓库的铁闸门 哐当一声就落了下来 然后龙兴四人耳中 就听到了一种 不太正常的摩擦声 紧接着 整个仓库的天花板 轰然倒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